我经历过的考验烙在了我的灵魂里 哪怕伤口已经愈合 我仍被那些记忆驱使向前 我曾望进母亲的眼睛 看到一处充满荣耀与正义的圣地 我正是为此而战 凯尔 我认得她的灵魂 她曾经伤透了我的心 我又要和我那冷酷的姐姐交手了 我的妹妹来了 就是为了在我眼前再次失败并且过 我又要和自己矫情的妹妹交手 姐姐 你毁掉了我们的家 还有我的心 你用妈妈的剑都干了些什么 必要的事情 凯尔 你忘记了我们的父亲吗 背弃家人的人 该有一颗多么冷酷的心 我冷酷的心 恰是我们幸存的原因 姐姐 你是打算再次伤我的心吗 破碎的心 胜过被囚禁的灵魂 人类生来残缺 然而我却更愿意相信他们 而不是神明 妹妹 你还在和你的人类宠物们玩耍吗 最起码我没有把自己的朋友全都毁离 你的剑在我手上 你想要回去吗 我不需要剑 莫甘娜 你的能力本可拯救世界 可惜 它去毁了你 我以天理为平 踏入这片荒芜 不再受凡人的家所遏制 亦不能非困足大地 我对抗着虚伪的秩序 与正义 千万刀锋之力 万丈烈焰之怒 在我心中骨刀 我的每一步 都是我在痛苦的烈焰中选择的路 他们会感受我的苦难 进而担忧自己的灵魂 折磨生出苦难 苦难又会加剧着我 反间这无穷的循环 将由我来终结 真正的恩典 因不完美而美丽 因情感而珍诚 因脆弱而自由 妹妹 别对我置若妄文 我从没有 人们需要一个反派 我就来当这个反派 开尔 别想避开你自己的影子 我就是光明 我有自己的道义 你就是这样诅咒了自己 我是你得救的机会 我受够了 光芒急于你救赎 废话少说几句 是我一样 受苦吗 你觉得只有你受过苦 不留情面 哪怕是你的孪生妹妹 开尔 妈妈看到你杀了这么多人 一定很自豪的吧 不是杀人 是审判 姐姐 你该审判自己 你能感觉到吗 任何感觉 你也有弱点 我不可能有 正义 多么无趣 真正的正义 需要同情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 在树林里 一起闲逛的日子吗 你从来不知道害怕 有意思 我记得好像不是这样的 今天 似乎我们都要暂时 放下承接 姐姐 我们从来都不是敌人